威風清雄 台晚零 嗨 大家好 我是比較蔡王林 然後大家都叫Brenda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接棒情務計劃 那這件事情跟我的生命故事 有一個很深的連結 那這個計劃的故事 要從兩個父親開始說起 這兩個父親是這個計劃的創辦人 所以他們現在都不太管事 把事情丟給我 但是他們是很重要的 而且都是我的貴人 第一個叫做Kimbo 然後第二個是David 他們都有小朋友 然後其實為什麼他們會做這件事情 就是有一天他們兩個在聊天 他們想說我們以後要怎麼教育我們的小孩 然後他就說 其實我們兩個在年輕的時候都在加拿大念書 那個環境很好 好像我們應該把小朋友送到國外去 但是他們心裡面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其實他們這麼的熱愛台灣這個土地 為什麼他的孩子沒有辦法留在這邊長大 所以他們後來就聊一聊 就越來越多人加入這個話題 本來是在Facebook上揪一揪而已 後來就有點一發不可收拾 他們就覺得有點糟糕 就是他們好像被迫要繼續討論下去 因為大家都很有興趣要加入 那這件事情從他們兩個聊一聊開始 到現在已經過了兩年多 我們的Facebook的社團裡面聚集了一千五百多個人 他們就是都很想知道說 我們可以一起做些什麼來改變這件事情 然後我認識那個運堅他在去年跟宇貞都曾經來台南過我們的活動 然後你們好像在同一場 就是他在當那個攝影職工 對 然後 下一個是他們討論了九個月之後 我就加入了這個團隊 對 那為什麼叫接棒小天使呢 就是大家都說 我有天使般的臉孔 然後我就一直在等說 那下一句呢 對 然後 為什麼 我會做這件事情 其實這張照片是我剛離開上一份工作的時候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耳機公司工作 就是我以前是做耳機的產品的PM 對 那為什麼會進去這家公司呢 是因為我大學的時候是念國企系 然後我後來又去德國交換學生 所以我就非常的喜歡德國這個國家 我就回來台灣之後還是很難忘情 想說我一定要做某個工作是可以繼續的使用德文 然後跟德國人交朋友做生意 然後跟他們就是有聯繫這樣子 所以我那個時候服務的客戶 很多是歐美的客戶 那份工作對我的影響很大 因為我一開始做這個工作 只是因為我覺得 我的同學們都要進到一個比較大型的公司 然後跨國的企業 就是因為是國際企業學系嘛 對 那在這個工作裡面 我跟非常多國家的人共事 可是我那時候就常常跟我同事笑說 你是一個物場叢林的小白兔 就是好像很善良 然後天真的就跳進來 那進去以後我就會發現說 大家都不是很開心 我不懂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大家想要完成一個產品不是很快樂嗎 那在那個產業裡面呢 其實大家會發現說 不管是什麼產業 好像很多產業都是這樣子 就是國外的品牌客戶 他們是賺最多錢的 然後再來可能是 新加坡人 香港人 因為在科技業裡面 這兩個是可能是金融的中心 或是貨運的倉儲的中心 很多資訊的交換中心 所以他們變成是第二線的人 然後台灣已經不知道掉去哪裡 現在可能第三階 再來就是大陸的工程師跟作業員 那除了說收入不一樣 我那個時候觀察到一件非常 讓我印象深刻的事 就是我的丹麥客戶 他非常的熱愛他的工作 因為他是一個音質工程師 然後他跟我說他高中的時候 就是玩樂團 然後他就是當Rocker 然後他就是喜歡Beatles 然後就跟我講一對 我都都還沒有聽過的吉他手 他就還有熱情 然後所以他說 我因為年紀大了 沒有辦法繼續在Rocker了 所以他就去做耳機 因為他想要讓大家聽到那個音樂 他就透過音質的設計 機構的設計 去呈現他很喜歡的音樂 那我身邊的台灣工程師 跟大陸工程師 或是香港的工程師 他們就每天都在想說 就是那個老婆說什麼 要跟我離婚 就是我在不回家 就要跟我離婚 就情人節的時候 我們在公司加班 他說他真的很不開心 那我自己會覺得說 除了是工作環境跟條件的關係 其實很大一部分是在我們受教育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並沒有被告訴說 你可以去做一個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這個事情是你可以很喜歡的 在我們的思想裡面 工作就只是為了賺錢 然後穩飽 但是我真的那個時候接觸到很多的客戶 他們是好喜歡好喜歡他們的工作 然後每天醒來就是 我要做一個很酷的設計 還是我要就是這個耳機 它是專門聽什麼音樂 然後戴起來就是很舒服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那個時候才發現說 人的富裕除了金錢可以衡量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他的熱情 就是對這件事情有多少熱情 對 然後後來呢 我加入這個計畫 其實也是跟焦點有很深的淵源 就是我去參加一個活動 那個時候焦點才剛開始 然後月亮就是 他們跟阿鳳一樣一向都很急迫 他就說你想要做跟焦點有關的事情 我跟你說就是這邊有幾個人他們在搞這個事情 然後我就後來就跳進來加入這個組織 那我們每個禮拜二都會擠在小小辦公室裡面討論事情 然後那個 這是一個志工組織 所以大家都無懈的就是做事 然後付出 然後覆定時間討論進度 那我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教育是一個生產的過程 我們希望這產品最後生出來會是什麼 就是我們經過了這個教育這個生產過程之後 你覺得你想要看見什麼 那有人想要分享一下嗎 那我要講我的答案 就是我們好像都想要 就是受教育之後 我們就想要講出一個好像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人 像是解決大問題的人 然後但是我想要分享另外的觀點 那個煤炭跟發電這件事情這麼有熱情 就是他每天都會很認真地跟我說 我跟你說海巷怎麼樣 所以那個煤炭的船要進台灣的那個 就是他們的那個港口了 然後我就在我爸爸身上發現說 其實你愛你的工作 你是可以很癡狂的 不管你賺多少錢 然後他就是跟我媽對比 我媽已經容易地工作 然後就是每次回來就覺得我爸就賺很少錢 然後就是很愛嘲笑他 但是我爸就是樂此不疲 所以我就覺得我的父母親給我一個 對於職業很不一樣的想像 對 然後在我做這件事情是因為 我後來去看到我身邊很多弟弟妹妹 我們家族的弟弟妹妹 或是我身邊的那種資優生的同學們 他們並沒有因為這個時代的進步 科技的進步 而有任何的改變 就是在追尋你自己的天命 或是你的熱愛的事業 置業這件事情上面 台灣一直沒有多少的進步 然後 我又沒有點了 就是其實我們覺得說 台灣的教育是過度重視語言跟洛基能力的培養 因為考試只考出這個東西嘛 所以不善長這些事情的人 他就沒有什麼自信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他跟社會是脫軌的 實務跟經驗是很不夠的 所以我們就想要成為一個 匯聚這個善意的平台 把這些經驗傳承給下一代 他的經驗 這個是那個G0B的工程師 他就說哇 就是coding其實是很酷的 他可以跟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 然後其中一個智工他就跟我說 他覺得他做化工好像就是自己就是污染環境的兇手 但是他透過跟學生分享 學生問他說他在做什麼 他發現說其實化工污染的世界 但是也只有你去改善化工的製程 技術上面有所突破 你才可以維持既有的生活品質 然後再去解決掉這個污染的問題 所以他又好像對自己更加有自信 對那這是活動的那個過程 那我們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實作 就是這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我們希望學生可以透過實作去解決問題 然後發揮他們的創意 像這個這一隊的學生 他們那個時候就想要做一個app 就是他們想要打籃球 可是常常找不到隊友 他們就想要做一個app 是可以尋找方圓幾公里之內的隊友 然後一起租借場地 就可以打籃球 我覺得很有創意 對 那我的時間是快到 對 所以我發現我來給你 然後就這樣 好 然後 另外就是 就是我是高雄女儂畢業 那時候我回母校去辦活動 那時候那個學妹分享這句話 讓我就流眼淚 她說 她覺得大多數人的高中生活 就是18次的段考跟兩次大考組成 可是她覺得這就是緊急 而且不重要的事 然後我們的學生生活就這樣度過了 她說她希望就是花時間去探索她自己喜歡 然後想要一輩子投入的職業 對 然後這是我們另外一個行動 今天就先不要講 對 然後我們在11月30號的時候呢 想要辦一個真人之牙圖書館 就是我們會想要邀請 就是30個不同領域的專家 來跟學生分享 那學生就可以透過一些小互動 讓自己去了解說 我可以培養什麼能力 這個工作上培養哪些能力 然後我們畫出一個里程碑 讓她知道說 其實我做什麼事情才可以培養這個能力 然後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自己的目標 而不是說 我就是考試念書 考試念書 然後拿100分 下一個拿第幾名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在下半年度 會推一個啟蒙10座方 這是我們過去小小的實驗 是一個營隊 那因為很成功 所以我們希望把它拉長 啟蒙10座方的概念就是在 一個10座的環境裡面 學生是真的去解決問題 然後我們就給他們資源 找程式設計師 找工業設計師 找方案設計師 找企劃人員 去教學生 你要完成你的這個點 到底需要培養什麼能力 然後學生那個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他們眼睛是會發亮的 當他不再是用考試來評比自己的表現的時候 當他是學完立刻可以使用的時候 他的學習的主動性跟他的動機 是可以非常強烈 而且非常驚人的 因為我們的發起人很多是創業家 所以我們很強調就是創業 解決問題的精神 還有實作 以及就是大學生的陪伴 最近我們上了10月份的原件雜誌 他要做什麼自己的教育自己救 就是有一點好笑 而且那個記者 就是還寫了一篇我的另外一個報導 就是他說什麼 台灣自優生的杯葛 然後就想說 一定要把我寫得這麼悲傷嗎 然後我覺得在這個計畫的過程裡面 最快樂的就是我可以陪伴這些大學的夥伴 去付出 然後去實踐跟認識自己 我最後就是跟大家分享說 我最近在跟我的夥伴們 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對話 就是有一次的分享會上面 有一個男生就問我們的夥伴說 如果參加你們的活動 然後最後還是找不到自己的天賦跟熱情 我要怎麼辦 然後我們的夥伴 他平常是一個很沉默 然後就是有點酷酷的女生 然後他就很很鎮靜的回答說 其實老實說我還是不知道我現在要幹什麼 就是我還是沒有找到我的天賦跟熱情 可是因為我做了很多的嘗試 所以我知道我喜歡做什麼 然後不喜歡做什麼 然後我會願意 為了我很想要做的事情 去做我不願意做的事 例如站在這裡講話 然後那個時刻我是很感動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我們其中另外一個夥伴 他很想要繼續在街坊做事情 但是他問我說 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他 他說我覺得我很害怕投入 因為我不知道我投入之後會不會放不下 然後這個是我給他的回答 就是像Annie他就說 他覺得我很傻 怎麼會把自己的工作辭掉 然後做這件事情就是不太賺錢 然後我就很想跟當下就很想跟他說 其實我不是放不下 我是選擇不要放下 因為也許我不要放下 是因為我要用我的生命來回答他的這個問題 能夠有一件可以投入的事情 不是很美好的嗎 就是你為什麼要擔心自己投入之後會放不下 對 所以這是街坊天使的回答 然後最後就是我覺得我們的手上啊 每一個人手上都有一個無形的棒子 然後我們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把它傳下去的 就像Annie開始播的那個善念的傳遞 對 然後這是我的聯絡資訊 就是如果大家也想要加入的話會非常歡迎 就是你們都有自己的專業可以跟學生分享 然後有你們自己生命的故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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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